过去曾被三立新闻独家拍到 已是中共空飘气球飘过台湾上空 随着选战并进 中共过分越界频率越来越高 1月4号上午6点59分 国防部侦测到一枚气球跨越海峡中线 9点43分随即消失 两天下来累计四颗 同时也有八架共击及四艘共箭 持续在台海周边行动 中国他这种企图介入台湾大选的行动 我想他会更为细腻 从以往的军舰军机 目前比较减少 那采用气球做这种 称之为浅灰色的这种骚扰之外 也包括拖船 专家指出中国踩着灰色地带 执行实质的军事武力威吓 企图干扰台湾民主选举 我们肯定是在外面的角色 可以试试 我们继续向台湾外面的角色 白宫国安会策略沟通协调官科比也表示 美方会持续关注干预手段 大力支持台湾的民主和制度 希望看见台湾选举能自由公平开放且透明的举行 中国踩着灰色地带执行实质恫吓 外交部长吴钊燮也在英文新闻周报中预告 台湾正采取措施对抗中国干预选举 并正为相关经验留下记录 选后将发布分析 台湾总统大选仅剩八天 时机敏感 国防部不敢轻忽 中国凭出招对台湾威吓意味 不言而喻 三地新闻趋道云台北采访报道